朋友聊四季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英家人對上寶加利亞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英家這個文明 英家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軍事單位 有這個食物消耗的減免 而且英家人本身的石料建築屋的成本也比較低 所以蓋城堡或城鎮中心建堂 都有一定的折扣 雖然不是很明顯喔 但是不如小補 英家人後期有食物盾 可以讓自己的頭石手還有老鷹還有槍隊長 遠方才更高一些些喔 英家人主要還是打步兵跟工兵為主的文明 因為他沒有馬修單位 比較適情況去轉兵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選擇了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兵工廠跟工程器製造所 食物的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在前期可以早點點下 一級攻一級防去做跟對方交換 可以藉此打到跟對方交換經濟的效果 寶加利亞人後期有馬凳科技可以做使用 馬凳科技可以讓自己的騎兵單位增加33%的攻速加成 讓他的騎兵可以非常無腦 比較推薦用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去搭配馬凳技術會更有感覺 寶加利亞人金冠技術則是可以讓自己的雙手劍兵 增加到9點近戰防護力的能力 這個能力也可以讓他的雙手劍兵更快成型 或是會有更有戰鬥力 因為寶加利亞的冥兵系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而且是自動升級的 所以到了雙手劍的時候 只需要點下攻防之後 再點下一個金冠就可以立即做使用了 完全不用去點這個冥兵的升級 這個時間或是科技的投資 完全都不用 所以寶加利亞人會比較建議打這個復兵 還有加上自己的寶加利亞騎兵 或者是馬凳 都是可以考慮的 寶加利亞人比較要注意的事情 是他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千萬不能按太多的工兵 因為工兵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升到奴兵的 這一點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眼見的觀眾應該有看得出來 藍方是我們的黃人知名高手 這個黃甲克 Yellow Jack 之前他在安迪的頻道比較常出現 最近不太清楚了 剛好這一場是看到黃甲克打了一場蠻精彩的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操作 目前看到黃金在前方 火子在右邊 還好後面還有一塊附金 另外一塊附金在正前方會比較尷尬一點 如果要控金的話一定要用自己的引擂 所以稍微守一下會比較好 總體而已 看起來分數也算是偏合格 這邊主要是有三片木屑 如果前面的金被控的話後面好一坨 雖然這塊金也不太好防守 但要小微的話 投資成本並不會太多 其實是蠻適合防守的一張地圖 至少是六七十分的一個地圖 先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硬家 硬家這邊的黃金在前方 這個就有點慘 這個就跟硬家其實有點像 都金礦都是在前面的 但是他這邊金礦前面還有一個高地 這個高地可以讓 黃甲克這邊如果打馬功之類 就可以用這邊高打地去控一下金礦 甚至容易打出優勢來 那火子在後方前期來說 暫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微架的部分也沒問題 而且也是有三片木屑 有一塊附金在右邊 其實也還可以接受 至少不是非常正面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黃甲克 已經拉兩隻民兵到了前面 變成裝甲步兵升級好了 那硬家這邊地圖分數 也是六七十分 其實看起來是不錯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後面還有一塊木屑 可以後面再開一個城鎮中心開 那也不是問題 好 兩隻民兵升到 光電時代 直接變成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應該會優先砍這邊的木牆 搭配自己的肉馬 進行潛壓 但是這個時間點 硬家人已經轉出了工兵 所以這個時候 裝甲步兵可能 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用來爭取一點時間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要趕快下一個射箭場 還有一個兵工場 去做轉出一擊射的動作 去反制對手 但是由於現在沒有這個黃金 他按兩隻民兵 黃金只剩下10塊錢 所以要先去挖個黃金 才能轉出自己的一擊射 還有自己的工兵單位 那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不會那麼早下的情況 是因為要先撒農田 打出這個肉量差距 就可以更快升到城堡時代 好 那現在有三隻毛兵 稍微反制了回去 王甲克這邊還有一隻步兵 在後面可以稍微反打 但是後面的工兵部隊 會優先打掉中甲步兵 打完之後 老人就可以無腦上前 打這邊的毛兵 好 這邊肉馬也送掉 黃甲克這邊操作上 算是有點小小失誤 因為肉馬可以直接走掉 去繼續探圖 或是去蹲點 做人家撿生物的地方 都可以 這邊有點沒有空好 可能是在空家裡 有點在要開採金礦 還有要繼續撒農田 這個是蠻常見的一個失誤 並不是算非常嚴重的 好 那看到這邊還有一隻村蠻走出來 兩隻 這可能是 不小心把雞臉射到外面了嗎 看起來蠻像的 好 右邊這隻村蠻被抓包 哇 要少一村了 OK 兩邊都是1比1的交換 黃甲克這邊又拿下一村 但是自己也被拿了一村 兩邊都是1比1的交換 但黃甲克這邊TC 稍微delay了一點 來到了45秒 所以這邊村民差距有點明顯 37村打35村 村民差距約為2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提倡 城鎮中心不斷村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旦斷村的話 就很容易會讓自己的經濟變不好 這也是在邊打架 邊虎村民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的 很容易會因為打架控兵啊 忘記去按城鎮中心的村民 倒是斷村 這其實也是蠻常見的一件事情 好 那目前看到黃甲克的家裡 居然有個無三櫃 幫對手開了門 裡面的工兵跟老鷹 直接控住了農田 還有黃金的部分 這邊的部分看起來有點難守 但這邊老鷹沒有控好 直接衝到城鎮中心裡 受到了一點傷害 但黃甲克這邊也是按了非常多的 裝甲步兵直接前壓 沒有打算來升城堡十代了 當然家裡的部分應該能守得住 再稍微出一些毛兵就可以了 但這邊硬架已經打出十代差距了 封劍直接按了七隻 裝甲步兵做前壓 這個打法其實稍微有點風險了 因為你這個步兵沒有做到太多事情的話 你容易被打出十代差距了 那對方直接開農的話 經濟就會被拉開了 甚至對方直接來一個城堡十代老鷹爆 加老頭生頭戰術 也會是很難擋下來的一招 家裡有這一坨毛兵跟裝甲步兵在爭取時間 這邊居然打了十一隻村民還不錯 但後方的頭十車可能準備要出來 有可能會先按個弩炮 這邊老鷹又再衝了進去 有機會拿下一村嗎 但村民有反擊 應該還可以 OK 現在黃甲克家裡附近 稍微被想要打小鬧了 這邊有一隻弓兵 沒有 手有點短 射不到 好 那這邊直接撞到了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要趕快把這個裝甲步兵 血量趕快給射掉會比較好 這邊也可以再繼續蓋 但這邊可能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不想蓋 手速沒那麼快 好 弩炮 果然是按弩炮 因為弩炮的話就可以穩定 進行穩定輸出 頭十車的話 對方還是有可能 蹲得掉 哇靠 這邊就有個洞 好 這邊對手看到有洞 直接把所有的木牆給delete掉 然後自己用老鷹上前追 因為升到城堡時代的硬架 是可以升級成英勇士的 而且老鷹的傷也會再上升一點點 好 上方的老鷹還在繼續騷擾 但是家裡的老鷹跟弓兵的問題 已經解除掉了 好 家裡的人這邊再按出了更多的裝甲步兵 想要進行潛壓 這邊裝甲步兵反打的話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攻擊力只差了一攻 現在是7加1打6加1 血量上來說都是45D協助力 因為老鷹也只有55D 好多10D而已 但步兵打老鷹是比較痛的 所以這裡 只要有足夠裝甲步兵 暫時老鷹爆是不太能成立的 但還好硬家這邊是有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即使老鷹前壓不成 也可以轉龍 都是有個備安方式的 其實還算不錯 來看一下上方的毛兵 還在繼續輸出前方的老鷹 老鷹這邊稍微抖動一下 正面的裝甲步兵直接前壓 這邊想用毛兵去打後面的弩炮 這個有一點... 有想法 但我們不確定會不會有效果 這邊裝甲步兵應該可以打掉一台弩炮 不錯 這邊的操作算是做到了一個很好的反擊 但裝甲步兵數量實在太多 把正面的老鷹打掉了非常多隻 只剩下一隻老鷹活了下來 但裝甲步兵數量也只剩下少量的三隻了 這邊投資車砸一發 還是被砸到了一些 有點小小的受到傷害了 這邊終於點下城堡賽之後 裝甲步兵也是在繼續集結當中 再打個一發 哇靠 三隻裝甲直接倒光 這邊想用毛兵稍微閃陣反打一下 但是投資側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這時候硬架已經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要開始轉農了 這就是軍事有暫時打贏 這個經濟也要稍微去顧一下 開始轉農 黃甲克這邊的選擇就並不多了 由於他已經已知自己時代上落後非常多 這裡肯定勢必上城堡時代 一定要前壓贏壘 才有可能反擊的回去 不然這邊跟對方開農 只會越農越劣勢 一定要讓對方的經濟受到點傷害 例如拆了對方的一個城鎮中心 或是控對方的重要資源點 都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硬架這邊則是3TC開農之後 要稍微去挖個石頭 至少要挖出一棟城堡 以背部十字去 隨時可以插一根城堡進行反制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分到城堡時代的寶宅莉亞人 裝甲布兵也變成了長劍兵 現在長劍兵也是 可以比較有效克制老鷹的一個單位 血量上也比老鷹多了5滴 攻擊力也多了兩攻傷害 所以這邊二打四 可能還是會打輸啊 因為輸量太多了 至少換掉一隻 好 皇甲克這邊果然前壓銀雷 但是有投石車載的關係 這個銀雷可能蓋不起來 要delete掉了 OK 趕快delete掉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去反制一下對方投石車 當然寶宅莉亞也可以轉出 騎士單位去解後方投石車 但這邊可能會顧慮到印加的老頭 所以是沒有轉出馬舊的 馬舊單位是沒有 應該說沒有爆馬 只是轉馬 好 這邊有一隻騎士可能會被找走 也可能往後退 但正面的長劍兵已經開打 但是上面高打第一 砍掉了非常多的老鷹 哇 靈敏數量被壓制 但是長劍兵卻打贏了非常多的老鷹 這個老頭也被收了進去 好 這邊馬就只下了一個 沒有開始打馬爆 但這邊數量喔 只要高打五到六隻左右 就可以嘗試進行馬爆前壓了 這邊對方的老頭 只有兩隻喔 當然也有可能會繼續按喔 印加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 繼續按下自己的老頭 然後看要不要轉步兵阿 或是槍兵路線 也都是可以考慮的 只要看到對方的長劍兵數量變少 好 印加這邊就可以不用再按這個老鷹喔 直接轉槍兵就可以了 好 後面再補下了一個軍營 哇 三軍營開轉 這邊可能要繼續打老鷹爆 好 這邊頭石車有點失誤 被抓到 但是三隻騎士可能不會退了 可能要直接被招走喔 也要拆掉前方的頭石車 因為只要沒有頭石車了 待會保加利亞人喔 就可以直接前壓營了 進行大量傷害 好 後面保兵 想要繞到後面去做干擾 但是這邊的房子可能已經看到了 這裡印加即使拉了一坨 過來解一下 好 這邊看到敵方的銀雷 好 在前方補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位置 說好也不好 說壞也不換 其實還算可以 好 還可以守到這個石頭 就是 還行 那待會如果還有再有石頭的話 好 這邊也可以再插一個城堡 插個高地堡 然後這邊可以挖黃金 正面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 反制對方有銀雷 甚至要插這個低處 也可以思考一下 但我還是比較建議 插在高地上 避免對方如果升到地龍時代的話 那最近投資才會有這個減傷的效果 殘寶才比較容易扛得住 好 印加這邊抱了更多的老鷹 上方蓋了銀雷 印加這邊應該有意識到 拿了一些老鷹上去解一下 左邊稍微微操一下 把主力不足給引走 讓後面老鷹有這個輸出空間 確實打造了一些戰況 好 這邊稍微收村 但收的村民並不多 所以還是勞翼有點難打的贏 這邊直接拉了老頭過來想要解 結果直接撞到兩隻長劍兵 長劍兵第一時間解掉了一隻老頭 老頭瞬間往後看了一下 去招搶後放騎士 騎士是反被招搶走 但是這個投資車可能來不及 對村民做到輸出 嗚 還是打到了 只是他一村在蓋銀雷 這邊銀雷能夠蓋好嗎 但是印加這邊已經挖出了一棟城堡的罩將 趕快拉了很多村民過來解 但是保加利亞人這邊有更多的長劍兵 要來阻止保加利亞這邊 潛壓銀雷的一個作戰方式 這邊可能會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這邊保加利亞人做到他想要的效果了 只要讓對方打強軍事 有機會招對方的村民 就有可能打平經濟喔 但是印加人這邊村民實在是太多了 102村對上53村 基本上已經快要是保加利亞人的一倍村民術了 雖然銀雷蓋好 但是這根城堡也蓋起來之後 銀雷可能也招架不住了 這個印加打的其實蠻OK的 自己知道自己在開呢 挖石頭反擊跟出兵 是一件很聰明的事情 但是打的兵種其實不太明智喔 打這個老鷹 騎士跟常見兵是完全打不贏的 所以你們看到剛剛這兵喔 老鷹直接往前A喔 完全扛不住 但他剛剛也在考慮 畢竟轉槍兵的話 常見兵打不贏 但槍隊長的話就可以了 槍隊長雖然體質上來說 不會比常見兵他們還要好 但是數量一多的話 可以利用一共射程 這個拉打的部分 還有這個天生體質的血量 稍微的喔 不過有操作 還是可以打贏 大量的常見兵 跟這個騎士單位 那槍隊長來說 他也算是需要 成型一點喔 大概要十隻左右 才會比較有威懾力一點 單兵作戰的部分 可能會顯得有點無敵喔 因為一對一單跳的話 體質上攻擊力是輸對手的 7加1 常見兵士基本上是九攻 所以一定要數量多一些 會比較好 好 荒甲克這邊 再次上前蓋了一個鷹類 那這個鷹類是我們剛剛說蓋城堡的位置喔 直接強插這個位置 但印加這邊反應速度也是很快 馬上又補了一個城堡 印加這邊挖手村民非常的多 總共有九個人在挖 隨時要補出一個城堡沒有問題 這邊印加這根城堡 可能也是要扛不太住 但荒甲克這邊用鷹類 產生了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一出來就是往右走 好 兩邊建築物同時蓋好 那我覺得荒甲克這邊 也沒有拿到太多的甜頭 反而有點 怎麼說呢 雖然他已經轉容了 但沒有辦法 傷到印加太多的經濟喔 所以暫時 還不會有馬上被印加反昆的狀況 這個直接拿村民來暴打 暴民流阿 但這時候村民打銀雷 只有1滴血的傷害喔 也不是1滴阿 只有2、3滴而已 這看起來並不是非常明顯 雖然村民打建築物是有外增傷的 但打這種大型城堡或銀雷 這種防護性建築物喔 感覺好像就沒有這麼有增傷的感覺 有點血量太多了 好 常見兵這邊想要直接壓了回去 但是槍隊長這裡有異攻射程關係 稍微用數量壓制了回去 有點打的OK 不會太慘 但左邊的部分 寶加利亞騎兵跟常見兵 也要嘗試想要進去裡面擾了一波 但這邊印加的槍隊長的數量也越來越多了 好 而且地獄師帶已經要準備補下去 寶加利亞人這邊稍微買賣了一下 也是點一下地獄師帶 兩邊地獄師帶則是寶加利亞人 先優先點上去了 那皇甲克這邊則是只有86吋左右 村民差距約為還是差距35吋 好 經濟上來說並沒有太好 好 這邊二值儀龍也沒有點 好 手推測的部分的話 英家剛剛補下去了 好 那如果寶加利亞人遇到槍隊長的話 可以考慮打這個邪翼步兵 邪翼雙手劍兵 好 打槍隊長的話 效果其實蠻好的 跟槍隊長來說 他的精銳是8加4 總共12攻的傷害 那如果他的雙手劍兵 有近戰9點的防禦力 所以槍隊長 沒打一下雙手劍兵 都只有3滴血 那如果想要再更針對一點的話 也可以考慮搭配一些馬弓 甚至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作為復輸出 甚至轉出工程器單位 也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這些東西就是要依戰況 去決定要轉手兵 也不是說現在 看到什麼 就一定要轉手 後期轉兵要 心裡大概有個底 自己優勢的兵龍是什麼 反制對應方法是什麼 待會想一下 就可以進行一個反制 這根城堡還是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八隻村民 可能都被擊殺掉了 這邊槍隊長稍微出去繞一下 保加利亞這邊的兵力 還是有在繼續出 這邊已經點下了惡攻 還點下了縱火技術 OK 一升到帝王時代 保加利亞人已經獲得了雙手劍兵 對於雙手劍兵 第一時間是點下了三防 但由於沒有城堡的關係 所以移上城堡時代巨型頭司機 沒有辦法馬上按得出來 這邊硬加木頭有點爆 看要不要賣一些木頭 去轉一下黃金喔 黃金實在是太缺了 好 槍隊長已經成型囉 OK 這裡賣了大概快一千木頭 轉了 槍機 這裡有22隻槍隊長 野外這個黃金喔 也要趕快去控下來 好 這邊繼續偷襲 直接往後拉 可能要先拆除正面的營類 好 正面的雙手劍兵 直接走了進來 這裡還有補下三攻 但這邊槍隊長已經長驅直入 保加利亞的城鎮中心 保加利亞人這邊要先把 一些雙手劍兵 放在家裡稍微做防守 不然很有可能喔 會直接被硬加的槍隊長 直接貫穿喔 這裡稍微防守 補些營類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但正面的部分 巨型頭司機已經開拆城堡 雙方現在已經有點變得很忙 左右兩邊都在開打 很雙手劍兵正面 反打回去 傷害非常高 直接尻爆了槍隊長 好 這個就是槍隊長的正面 單兵能力比較弱的一個地方 好 這邊頭司機繼續拆除 槍隊長這邊稍微插了一下 直接把保加利亞騎兵搓死 但變成步兵狀態之後 就不太好打 但是基本上還是有12加4 打槍隊長還是很痛的喔 這還好槍隊長走的比較快 OK 中間錯了一波之後 槍隊長有點需要晃回頭 沒有再繼續騷擾 這邊雙手劍兵實在是有夠強 槍隊長對於雙手劍兵的反擊有點招架不住 先推到了家裡 好 那下方這個城堡也是順利拆掉了 那以接骨來說 保加利亞人這邊確實爭取到了一些時間 而且三貢金號還有三房 雙手劍兵打槍隊長也是綽綽有餘 砍很快喔 OK 這邊果然點下了金冠協議科技喔 這樣子對於槍隊長的話 就不會這麼難扛了 但現在自己的 雙手劍兵的數量有點少 可能還是要趕快轉出更多農田 還有自己的村民喔 但村民術有點在停掉了 好 停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但如果不停村的話 自己的步兵單位喔 還有科技喔 就很難點下去喔 好 這裡是場場喔 我們看到這個軍事 應該算是經濟落後 就會很難 繼續維持自己經濟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打兩槍隊長直接淹了過來 從頭這邊已經點好了血液 近戰防禦9 好坦 後面槍隊長大量在輸出 但是沒打下都只有3滴血 但還好這邊有異攻射程 只要數量一夠多的話 槍隊長還是可以稍微反擊回去 畢竟雙手劍兵的數量實在是太少了 OK 解決掉這棟城堡之後 馬上來了一些村民過來 挖回自己的附金 眼鏡的部分呢 也是被硬甲偷挖了一些 好 次後也是偷偷開採 那目前看到兩邊的一個交換 結果保加利亞人是有點小小的被壓制住的 看起來是不是硬加喔 他這邊是有點強軍事喔 但其實保加利亞人到這個時間點喔 可能會被壓回去 這邊槍隊長直接變成長槍方陣 戳掉了非常多的雙手劍兵 但這邊是用巡邏模式的關係 後面有一坨槍隊長居然在後面發呆 在那邊巡邏 這也是我也不太喜歡喔 常常在那邊巡邏模式 因為這巡邏模式喔 有時候就會出現這種事情 明明你前方就在打架啦 結果後面的兵喔 還在那邊巡邏 所以其實直接用這個 自動戰鬥 移動攻擊喔 其實就很好用 移動攻擊的好處喔 就是在移動的過程中 遇到你喔就會自己攻擊 建築物啊或單位都會 所以我覺得移動攻擊喔 比這個巡邏攻擊喔 更好用一點 這樣不會出現那種 後面在巡邏的狀況發生 好這邊大量的雙手劍兵 直接正面包夾 但槍隊長直接變成一個 原型長槍方陣 稍微抵抗住了正面的傷害 而且這邊槍隊長一直在 瘋狂激活一隻雙手劍兵的關係 雙手劍兵的數量下降得非常快速 雖然近戰防御高達90雙手劍兵 雖然可以躺住了一些傷害 但是沒有辦法躺住這麼多的長槍兵啊 這個槍隊長五十四隻 太多了 這個數量 雙手劍兵 沒有同等的數量可能難打得贏喔 OK這邊黃甲克 保夾利亞人 直接打出了聚集 畢竟這邊經濟弱厚 而且這邊槍隊長已經成型了 要反打回去不太可能 只會真的要轉一些頭車或是弩炮 稍微串燒一下 或者是頭車砸了一波 直接全部砸爆 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但鷹家人這邊好像也是要轉出弓兵了 三級射也點了 雖然也有可能只是想要增加城堡的射程 但如果待會再轉弓兵的話 保夾利亞人可能也會更難打一些些喔 也說不定 因為他這邊也可以轉頭十手 去打雙手劍兵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打一般的公兵的話不太可能 好來看一下這個 映家人 映家這邊經濟全部勝利 黃金這次贏了兩倍啊 有黃甲克這邊黃金落後這麼多 經濟落後這麼多情況下 還可以打到地龍師到眼睛也算是不錯 但映家這個長槍方陣喔 屬師打得非常漂亮 一個長槍圓陣直接全部聚在一起 進行一個密集輸出喔 這也是相對長的一個小小技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再見